哈囉大家好 說到這個地圖呢 相信大家最常使用的就是這個Google地圖了 但是有時候我們可能想要某個地區的地圖 然後想要藉著這個Google地圖來進行一些後製的時候 你就會遇到一個困擾 就是這個地圖上面呢 密密麻麻的這些餐館啊 景點啊這些資訊 像比如說台中這邊工藝路 非常多的餐館 那你看整個地圖密密麻麻的 這樣子的話後製地圖根本沒辦法使用 那有沒有辦法把這些餐館啊 景點的標籤把它去除掉 獲得一張純淨的Google地圖呢 其實是有的 那今天這段影片就來示範要怎麼把它去除 那首先我們就要進入到地圖的這個衛星模式 各位可以在左下角這邊看到一個衛星的照片 點下去呢就會切換到這個衛星模式 那衛星模式呢因為看起來會更加的雜亂 所以Google地圖本身在衛星模式就有提供這個標籤去除的功能 點選左上角的這個箭頭展開側欄 然後再點選這個三個橫槓的選單 在衛星的下面你會看到有個 一起用標籤的選項 當你點下去之後呢就會變成已經用標籤 你看它的字會變已經用標籤 然後你再看到地圖這邊 這個標籤就全部不見了 剛剛好像有點慢 我就看到標籤全部不見 這樣你就可以比較方便的 檢視這個衛星的地圖了 那事實上這個功能在標準地圖模式也是存在的 只是Google不知道為什麼 把這個按鈕隱藏了起來 因此我們今天這個方法呢 其實就是要利用網頁的開發工具 讓它重現出來 那要怎麼做呢 各位可以先按下鍵盤上的F12 按下後呢 右側呢就會出現這個開發者的功能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再點選選單 把選單展開來 看到這個標籤的位置 然後你點開發者選項上面這邊 有個箭頭的符號 點下去就會進入這個物件的選項模式 然後你就滑鼠移過來移過來移到 移停用標籤這邊 點一下 好 點一下之後呢 你會看到右邊的程式碼 就會停留在這個 移停用標籤這個位置 然後你會看到移啟用標籤這邊 有一個Style 叫做Display None Display None的意思就是講說 這個按鈕不要顯示出來 那這時候呢 我們在這邊點兩下 就可以進入編輯的模式 然後把這個Style的Display None 整個把它刪掉 整個刪掉後按一下Enter 然後你再回到左邊選擇 這樣子你就看到 兩個按鈕都出來了 現在就沒有被隱藏的狀況 那這時候呢 我們再切回標準的地圖模式 點下去之後呢 再把測欄展開來 然後看到你右邊程式碼上面這邊 在上面這一個段路呢 這邊會出現一個Style 等Display None 那其實就是這段CSS 把這兩個按鈕隱藏起來的 所以這時你一樣在這邊點兩下 把這個Style等Display None 整個刪掉 然後按Enter 然後你再回到左邊選擇這邊 再按一下以停用標籤 雖然它是顯示在微信的地方 但是其實是可以作用的 當我們按下以停用標籤的時候呢 各位就看到地圖上的標籤 全部都不見了 那這時候你可以把開發的選項關掉 測欄也可以收起來 然後縮小 你就可以獲得一張 完全完全空白的Google地圖 然後這時候你想要 做什麼後製就會 就不會被那些標籤佔據 只是可能有人會問說 可不可以說入名顯示出來 然後那些其他的標籤不要 但是目前這個功能只有開啟跟 關閉所有的標籤物件 所以是暫時做不到這個 單純顯示入名的功能 那以上就是有關於這個 Google地圖隱藏標籤的一個 操作示範 這個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觀看 謝謝大家